就在锦州酱菜厂这家的胡同这里 发现了一家胡同小酒馆 在胡同这里一般人找不到 探探看到底咋个事胡同小酒馆 老板那咱家这有啥特色 在这里有熏腰茬粗糠鸡鱼 还有这个猪蹄大肘子 熏腰茬粗糠鸡鱼兄弟们 还有肘子是特色 老板那咱家这开多年了 开十几年了 开十多年 十多年那老店兄弟们 吃就得吃老店老店老味道 OK 老板那里看着点点几个菜吧 好嘞好嘞 老板太热情了 太亲民了 这是他家的特色菜 酱羊头 还有熏猪蹄 还有触碰鲫鱼 都是他家的特色菜 还有大肘子兄弟们 这是这屋的环境兄弟们 小屋亮摊的 太接地气 太亲民了 仨这儿 太好了 这是他家的特色菜 熏羊肠 38一盘 这是半盘的量兄弟们 有混就得有素 捞粘十锦 十八一份兄弟们 下酒名菜 蜜豆炒串台 是38一盘兄弟们 仨这儿 太好了 看着就有食欲 看着就有口感 这小鲫鱼 看着就有食欲 看着就有口感 这小鲫鱼烹的 看着有没有口感 有没有食欲 家乡的小啤酒 满汁 太爽了 这要放碗接地气 兄弟们 太亲民了 尝尝这鲫鱼 什么味道 兄弟们 鲫鱼也是他家的特色 兄弟们 招牌菜 看着鲫鱼 怎么样 酸甜酸甜的 还香 兄弟们 太好了 一的 阿湘的小啤酒 进准 熏羊肠也是他家的特色 兄弟们 尤其在熏羊肠 卖的比较快 老板喝半盘的一件 这是半盘熏羊肠 兄弟们 熏羊肠 看着怎么样 兄弟们 真鲜的兄弟们 我是不上皇 这有羊肠 熏的 熏出国际水平了 兄弟们 太好了 有混就有醋 实际凉菜 兄弟们 海蛇皮 太好了 太亲民了 一的 蜜豆炒八爪鱼 兄弟们 看着怎么样 这小蜜豆 太好了 真香 真香啊 兄弟们 我是不上皇 吃就是吃这样的管 接着气 下酒名菜 触碰鲫鱼 兄弟们 这鲫鱼做的太香了 四条大鲫鱼 真香 真香 看着鲫鱼 兄弟们 这鲫鱼烧的 真好啊 看着这个食欲 看着这个口感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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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一等 太好了 我得怕 太好了 这几个小菜太亲民太接地气了 老百姓吃啥呀 要啥精吃兄弟们呢 一等 好了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 喜欢炒锅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 对今天的胡同小酒馆有啥评价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我们下期见 哎呀太好了 我论是香的 这羊肠熏的真好 真是特色 果然有特色 名目虚传 太好了 有荤酒都有素兄弟们 这里面还有金针菇 有海蛇 还有干豆 兄弟们 太好了 拜拜 一定评论留言 我会猪蹄的回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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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